三位队长怎么看待 刚才听梦的这个作品 四个字 张弛有度 在我们节目里 一心特别爱用成语 而且四个字四个字往外蹦啊 四个字超级精彩 美中不足 家尔的成语也很好 够有千秋 海良队长 四个字来不来不来一个歌 四个字 不相上下 他都来四个字了 一波一波抢答 来 没我要讲一下我要感受 那个 给手给手 横看成岭测成风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是庐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死山中 高声莫测 高声莫测 我觉得这次 家尔真的是拼了 因为很少他看到用纯舞蹈来做一个表演 就好像真的一个外星 一个机器人这么厉害 然后跳很 很扎的舞感觉 我开场的那个设计感我觉得特别的好 欢迎来到听望虚拟世界 很突出自己 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然后进入什么什么什么模式 然后这种编排啊 地上的一些动作特别的好 然后后面的转换成 他就是家尔哥很擅长的那种swag风格 然后一直走下去 整体的感觉就是很酷很swag 我们队员也是 我们每个人我觉得可以表达一下 就时隔大概半个月吧 然后再回归到这个舞台 觉得很开心 觉得很爽 之前有遗憾 没有机会跟队长同台一起跳一支舞 然后今天达成了这个愿望 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 谢谢我的队友们和队长 好的 我喜欢和队员们还有队长 一起在舞台上流汗 好 现在我们有请另外的三支战队 回到舞台上 同样我们要感谢战队反场队员的 精彩表现 谢谢 这是我们本季第一次 四个队长和他们的队员 进行队长大秀 所以队长大秀获胜的战队 将获得一个和本轮赛制相关的重要权力 这个权力我们将最后再揭晓 第一名的战队和第二名的战队 相差三票 让我们恭喜 王智里看战队 从练队之舞舞蹈开始到结束 这个状态也是忍了真的很久 真的觉得我为我的团队 出了一点点力而已 那种感觉 王家尔战队就是他一如既往的很swag 很帅的风格 他在现场有很多大动作 突然切换到很小动作的一些亮点 我觉得这个很招人喜欢 因为往往我们看很多动作的时候 会被一些大框架的动作吸引 但是他能立即切换到小动作 让我们形成一个反差 所以会对这个作品记忆犹新 最后这句嘶吼呢 确实是由内而外的发出 让他确实是让全场的观众 感觉出了他强大的想赢的这种信心 也真的把这段时间一直以来 压抑的这种郁闷和这种情感 全部都爆发出来 确实他也看出他的这个舞非常满意 一上来他那个帽子就非常的吸引人眼球了 然后他一开头算是他个人的一个solo 就非常的现代感 未来感 然后再配合后面一块一块一块 就唤醒所有队员的感觉 因为他的那种创意到舞蹈本身 到队长的表现 到队员的配合 各方面综合来讲 我觉得他拿第一是实至名归的 接下来就开始到我们下半场的战队之间的对战了 我们战队间的作品对抗 将分为两个回合 各派出一组队员以作品应战 两组作品表演结束后 由现场观众投票决定胜负 两轮结束后 积两分的队伍全员安全 每少一分队长需要选择两人淘汰 王嘉尔战队对战中汉良战队 王一博战队对战张艺兴战队 我们首先来转瓶子决定先开启哪两组的对战 首先开启的是 娃娃酷宝和王这里看战队的对决 真的开始进入战斗 不敢想 如果 所以怎么办 先不想 我们现在首先开启的是 王这里看战队和娃娃酷宝战队的 活舞台比拼 第一轮 首先呢 还是请两位队长 发表一下彼此的对战宣言 来吧来吧 快 赶快赶快 小娃哥 我们的舞台会让你们 娃娃叫 小娃兒 小娃 喜欢 小娃娃 小娃哥 小娃默 不test 那条 小娃 presumably 战宣言 知道了吧一星 一博 我们是讲究 平安和爱 平安和爱 对 好 其实一样很平安 一样很爱 那马上我们要开始比赛了 那么两组谁先出战呢 两位队长可以把你们 首先出战的队员的那张卡片 交到我的手上 首先 哇哇酷宝战队 将要出战的 队员组别是 AK东组 在这个四个作品里面 第一个 我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到那种 大气 大气 来 震助对方 往这里看战队出战的 组别为 KK组 碰上了张震腾组的时候 我还是蛮期待的 因为我们的舞种 包括我们的编排 应该是属于不同方向的 当然从舞台来看来讲 我觉得会给观众 更多的欣赏和空间 现在请两位队长去往队长席观战 现在请两位队长去往队长席观战